今天天气真好啊 过来 过来 你这身衣服颜色倒乖 不过还挺好看的 在哪儿买的 青 青秋 郑愁傅君 深沉没什么助力吧 小兄弟便算作我人情 把你这衣服给我 你 你干什么 又不是女人你怕什么 你解脱了 我让人 不行 你别管了啊 你 快 坏了 此处没血瓦成料 气不淹死 我给你肚气 肚气 你以为肚气只能用口吗 我可不想碰你 痘死了 如此怕冷 跟烦人似的 我在这儿可不就是烦人吗 连个法术都使不出来 你是天族人 你肯定也是吧 被抓来当刚儿子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干儿子 是啊 这义军不就喜欢说干儿子吗 你肯定也是 我是大子民工二皇子 李靖 那 那 那 你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算了 遇上你我也跑不了了 我是昆仑虚 莫冤上神 座下十七弟子司音 被你父亲抓来的 你就是我父亲抓来的干儿子 你父亲看上的是我九师兄 不是我 那你是 我是被顺道绑来的 算了 逃也逃不了了 二皇子动手吧 动手 动什么手 也像父亲一样 把你抓来当刚儿子 我宁死不去 开玩笑的啦 我又没这癖好 你若想逃就逃吧 我不爱管这种现实 原来你在这里 快跟我们回去 越发没规矩 你们眼中 可还有我这个皇子 二皇子 属下不敢 还不退下 二皇子 可知身边这位是谁 你们真以为 我每天只知道饮酒作乐 不知道大子民工发生了什么吗 是 入下不敢 一群没脑子的废物 还不快滚 是 是 还不退下 走 你就是我妹妹看上的那个天足小白脸 此话从何说起啊 我听宫中的人说 胭脂看上了一个天足小白脸 她既然肯带你逃走 也就是说她真的看上你了 有误会吧 没事 既然我妹这么喜欢你 我总不能让你被抓回去吧 我就屈尊一下 亲自送你回去 回哪儿啊 自然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啊 都退下吧 是 醒了 醒了 你可知道你睡了多久 整整十日 多半个时辰 我睡了十日 不错 退下吧 你小子将我宫中的美酒都喝完了 还好有我在你身边 替你喂了我大子民宫独有的解酒药 要不然后果 不堪设想 我睡着这十日 我九师兄怎么样了 她 撞了三回柱子 搁了两回腕子 好像还投狐两次 听说最近开始绝食了 你说什么 你说我父亲有什么不好 他是义军称霸四海八荒 怎么就入不了你师兄的眼呢 那当然 任人为父又不是等闲儿戏 你 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我九师兄 急什么 你听我说完 拜卿仪式定在下月初三 不管你九师兄答不答应 喜帖都发出去了 拜卿 也就是说 一世之前 谁都见不到你九师兄 你都见不到吗 我当然可以了 但是你不行 二弟 荒唐 父亲的人你也敢碰 有何不敢 即便有一天 你死在了那里 我都不会管你 但这个人不行 能不能跟他俩 不敢 他只是当你 肯定了 我家子没有 那这么多年 你怎么能忍 你怨我 怎么肯定了 这个真是 鬼魂 我看她分明就是 莫冤藏在昆仑须的女弟子 假扮的男人 大哥 你也不必如此呵斥 我越是忠于鬼魂 你越是高兴 不是吗 好 好 你去逍遥 等我们与天族撕破了脸 我看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美人 你是女的 对不对 其实我已经识破你 女扮男装的先法了 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女人 他不会 真看破我的法术了吧 你 你别乱说 说实话吧 你真的看出来了 昆仑旭的人都没识破 好啊 这就交代了 你真是女人 这么简单就被我 虎出你的实话了 为什么要扮成男人 在这儿大自民宫啊 你是怕我父君霸占了你 收你入宫吧 不用担心 我父君是借你们 把莫冤引来 不过你师兄倒是倔强 他可没你这么宽心 一醉就是时日 听说最近 好像有了自我了断的念头 你说的可是真的 如今喜帖都发出去了 就是为了羞辱你们昆仑虚 若莫冤来 能救出你们还好说 若连莫冤都救不了你们 恐怕你和你师兄就会被抽筋剥皮 示威天作 这天上地下 没人能打败我师父 这么有信心啊 我师父可是战神 好好好 你师父最厉害 不过我说啊 最好还是别开战得好 毕竟两族交战 生灵涂炭 这样吧 你先静候几日 我已做好安排 下月初三送你出宫 如何 你帮我逃走 你不信我 你为何要帮我 自见你就很投缘 就算你不认我这个朋友 我也要认你这个朋友 好 不管若后天族异族如何 你我既然有缘 我们就先做这个朋友 坐下 你想对你师兄说什么 在纸上写清楚 我今晚送过去 让他放宽心 对了 有件事想问你 我那个妹妹胭脂 她看上你了 不如向她与你一起送出去 你替我好生照顾她后半生 如何 使不得 使不得 我 我也是一个女人 不要拿我说笑 那你自己说 怎么跟她解释你也是你的 不客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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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既然是女人 我也不会委屈我妹妹 写吧 你们这儿那儿 我是一届的二皇子 这是你师弟给你的信 师弟 快看完我好拿走